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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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手机已经碎平了 但还能开机 但这个地方却没有信号 小美正好四处寻找信号 此时胖兽两兄弟已经在林子里发现了小美的痕迹 但由于数太多 三人并未碰面 不久小美终于找到了信号 但手机却没有多少电了 就连刚父母留言都没有发送成功 这时天也快黑了 小美迷迷糊糊的在林子里前行 突然眼前一黑 倒了下去 当小美再次醒来时 发现伤口被处理了 她躺在一个温暖的小床上 透过窗户看到了外面的树林 屋外一个男人正准备进来 我们就叫她铁柱吧 面对墨生人 小美很是害怕 拿起工具和铁柱对峙 没想去晕倒了 当小美再次醒来时 发现双手被绳子捧住 铁柱给她放下食物和水 却到一边的工作台上自顾自的忙碌起来 此时小美也发现了铁柱并不是坏人 于是铁柱让她帮自己报警或者送她回镇上 铁柱没有回应 这时屋外传来汽车的声响 小美立马大声呼叫 但被铁柱阻止 原来来者并不是别人 而是胖兽两兄弟 铁柱立马出去迎接 原来这是一个贼屋 铁柱在此制毒 胖兽两兄弟负责送货 平日里 铁柱会邀请他俩进去吃点东西 今天却站在外面 胖兽两兄弟觉得很奇怪 就铁柱进屋作作 铁柱只好谎称屋内很乱 胖兽两兄弟强行闯了进去 并未发现小美 因为在他们谈话时 小美就利用 碱玉水会产生高热的化学原理 烧荡了绳子躲了起来 晚上聊天之时 铁柱告诉小美 她也是卑鄙无奈 选择和胖兽两兄弟一起犯罪 她也不是不想救小美 但现在不行 只要等到周末 胖兽两兄弟外出送货 她才可以弄到汽车 到时候就可以把小美送到20公里以外的小镇上 现在小美的伤还没有好 在林子里也是跑不掉的 这天 一辆警车来到铁柱家门口 出来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男子 老布 铁柱上前和他打招呼 原来老布是他们的同伙 也不是什么好人 紧张兮兮的铁柱拒绝让老布进屋 被挡在门口的老布表示 你做好放累的工作就行了 随后 老布开车离开 进屋后 铁柱提醒小美 让她注意老布 另一边 老布在这里没有讨到好 就找到了胖兽两兄弟 交谈之中提到了铁柱的反常行为 难道铁柱家真的藏了一个人 很快 碰瘦两兄弟就来到铁柱家取货 他们发现台阶上的女士鞋印 心中变起了疑心 但还是不动声色的离开了 就当屋内的两人放松警惕时 碰瘦两兄弟 杀了个回马枪 看到屋里的小美 兄弟俩十分煽气 想想也是啊 三兄弟都没有女朋友 在他们眼前 铁柱拖担了 也不告诉他俩 为了化解尴尬 铁柱使了个眼神 让小美给他俩折磨着咖啡 聪明的小美心里神会 把毅然一包的药品放进了微波炉里 为了小美的安全 铁柱故意提出让小美坐在她身边来 这一步撒过量的操作 让胖瘦两兄弟羡慕激流恨 突然一声巨响 在微波炉前的胖胖被炸成死胖子 瘦瘦的心肝稍微好一点 为了保护小美 铁柱被炸伤 瘦瘦冲了出来 铁柱让小美先跑 自己和瘦瘦牛打在一起 最后 铁柱夺夺过了瘦瘦手中的枪 瘦瘦表示 你也太重色亲友了吧 正在劝说之中 大凡派老布出现 趁机不注意时 结果了铁柱 看到自己的小金库毁于一旦 狠心的老布把枪口再次兑成了瘦手 把现场制造成了黑吃黑 另一边 小美一路狂跑 好不容易来到马路边 看到了一辆警车 上了车之后 才发现竟然是老布 小美提出去小镇上的医院 但老布却不同意 老布询问追击她的坏人 小美说出胖瘦两兄弟 不久 老布就一前面正在羞辱无法通行 提出下车不行 让小美下了车 两人在林子里行走着 来到荒凉的小溪边 老布不在伪装 露出真面目 使劲的把小美往冰了的溪水里按 打算制造溺水身亡的假象 一番挣扎之后 小美在水里 摸到一个尖锐物 刺向了老布的大腿 凭着矫健的伸手 奇迹般的将老布反杀 随后 小美拼尽全力的来到公路边 继续向前走 不久 马路上出现了几辆警车 这次小美并没停下来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艺术的颜值挺高的 其实勇敢冷静的一个妹子 她能逃出来主要还是用气好 遇到了还算有点良知的男主 换个是我的话早就死了一百回了 不过我是不会独自一个人去无人区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长得美的妹子 千万不要一个人独自去小树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